近年来有不少的民众会选择搭乘邮轮去旅游 不过却常因为天后或是意外事件形成变更 衍生了纠纷 消保处就公布邮轮外国旅游定型化契约 明定解约赔偿规定以及基准 要是邮轮为团体旅游 议者就应该指派合格的领队全程的随团服务 今年三月有民众参加旅行社的冲绳十元岛游轮行程 没想到四天三夜下来不但没有任何服务 到景点排队时间超长 业者甚至把责任推给海巷和通关 引发九百多位游客联署抗议 今年的八月一名四十一岁女子参加游轮太阳公主号 日本冲绳自由行武日游却发现落海 救起后已经死亡 船上的旅客无奈与遗体同船三天 近年来邮轮旅游市场快速成长 但旅游消费纠纷也实有所闻 消保处首次公布邮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 预计明年农历年前就能正式实施 根据消保处的统计过去关于邮轮旅游申诉案件 主要争议包括婴幼儿旅客的参团资格 旅程中的签证规定 在邮轮上发生意外受伤时的处理机制与费用分担 以及领队的派遣等相关情形最多 由于邮轮多为国外业者 国内只是代理时的旅行社容易卸责 现在有了定型化契约后 明定契约审阅期间不得少于三天 要是邮轮为团体旅游 业者应指派合格的领队全程随团服务 也明定节约赔偿规定以及基准 违反规定的业者最高可开罚五十万元 因为邮轮也是一样会受到 前后的影响 三方的义务都要讲清楚 另外消保处也提醒 邮轮旅游和一般团体旅游不同 邮轮本身就是旅游景点 而且也可能因为天后因素 而改变行驶航道 导致行程变更或延误 这还是必须尊重船长指挥权 记者会有些奇闻特别的报道